同仁作品中五种超强变身 最终形态可以和大神观抗衡 龙珠主线剧情火爆大江南北 同仁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有些变身的震撼程度一度超过了官方变身 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同仁作品中 五种毁天灭地的变身 第一种变身超级赛亚人5 超级赛亚人5是超级赛亚人4的进一步变身 首次登场于同仁漫画 新龙珠EF中 孙悟空 孙悟范和贝吉塔都曾经达成过此形态 一旦变身为超级赛亚人5 赛亚人的头发会一直披散到身前 而且发色会变成银色 浑身上下都会被银灰色体毛覆盖 身体周围还会出现闪电环绕 和超级赛亚人4一样 超级赛亚人5也保留了尾巴设定 变身对情绪还有要求 要有非比寻常的杀意 悲伤和愤怒 虽然超级赛亚人5的实力提升巨大 但是对身体的负担也格外严重 初期孙悟范和贝吉塔 只有10分钟的变身时间 而孙悟空可以通过控制情绪来稍微延长时间 第二种变身白神 超级赛亚人白色 白神是在人气同人动画 动漫战争中登场的变身 孙悟空 贝吉塔 以及合体人物物吉塔 都曾经出现过此形态 孙悟空和其余的战斗 引发了多元宇宙大震荡 第13宇宙的强敌出现 贝吉塔战死 孙悟空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 变身为白神 白神头上有象征着封印力量的倒三角 每消失一道横杠 白神的力量就会更上一层楼 值得一提的是 白神形态在2016年就出现了 从时间上来看 白神要早于官方的自在极异 这也一度导致部分观众 将白神和自在极异混淆了 第三种变身超级赛亚人6 超级赛亚人6一四 是出现在同人作品 龙珠阿沙龙中的一种变身 使用者是孙悟空 超级赛亚人6依然拥有白色头发 浑身上下被黑色体毛覆盖 但是此形态实力不明 其他设定也是一个未知数 第四种变身拳王的战斗形态 拳王战斗形态 也是出自于同人动画动漫战争中的一种形态 为了拯救多元宇宙 为了打败拳魔 作者脑洞大开 直接给拳王安排了一种战斗形态 两名护卫 其实是拳王身体的延伸 也是拳王的能量载体 拳王通过吸收两名护卫 直接变成一种类似能量体的战斗形态 众所周知 拳王原本的模样就是一个小孩 观众们很难想象出原来的拳王如何战斗 一旦变身为战斗形态 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第五种变身超级赛亚人100 终极形态 超级赛亚人100又被称为孙悟空的终极形态 是在一个创意系列短片中登场的形态 库林 贝吉塔 弗利萨 布罗利 比克 格兰诺拉 纷纷倒在了血泊中 看到昔日的伙伴纷纷战死 孙悟空的愤怒突破了天际 一番歇斯底里的吼叫 超级赛亚人100的头发长度十分夸张 直接超出了孙悟空的身体长度 可以将人物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 超级赛亚人100的发色依然是白色 周身环绕着耀眼的白色神之气息 眉毛消失 眉骨像超三那样凸起 额头上面还有象征着无限力量的符号 值得一提的是 超级赛亚人100直接逼出了大神官的战斗形态 面对火力全开的大神官 孙悟空临微不惧露出了十分自信的笑容 一场旷世大战就此展开